大家好,这一期我来说一下中国历史上的三大关口期,三大关口 那么这三大关口也是理解和认知中国历史的重点和难点 但是现在咱们主流的看法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不仅说是现代,我们现代的学术线 包括从司马前开始,司马前开始学习记,也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那么哪三大关口呢?一个是皇帝时期 就是从皇帝时期 那这个大概是在,我们现在说中国历史有五千年文明 其实就是从皇帝开始算 而且这个皇帝他和咱们考古学上的叫龙山文化相对应 那皇帝开始然后有一个时期 我们历史上叫五帝时期 那么现在可以确定,基本上在公元前两千六百年 到公元前两千年,两千一百年 就是这个五百年时间 这是皇帝,皇帝时期,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关口 那么第二个关口是在春秋,从春秋,包括春秋战国 那这一个时期,从春秋开始 那么春秋开始的时间呢,是在公元前七百多年吧 那么所以就是皇帝到春秋的时间 大概间隔了两千年 大概两千年啊 那么就是春秋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关口 那皇帝时期,五帝时期是一个关口,建隔两千年 然后第三个关口就是现代 近代,近现代,从鸦片战争开始 那从春秋,然后到我们鸦片战争 这个之间呢,间隔了要稍微要长一点 也是两千多年 那么我们如果是从,譬如说从春秋开始算 到雅肯战争 对吧,是两千五百年左右吧 对吧 那这是三个关口 皇帝时期,当然跨度长一点就是五帝时期 然后春秋,春秋战国,然后到近代 那这间隔之间,间隔也就是两千多年 两千年,两千多年 那为什么说这是三个关口 我们要说的是为什么三个关口 这是中国历史发生大变化的 从这关口它发生变化 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是我们中国受西方文明的影响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错误的 非常留意的错误的看法 就是认为中国受西方的影响 只是我们近代现代 那就是鸦片战争之后 我们才受西方的影响 那现在之前,中国是传统的 一直是中国 那似乎中国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这是错误的 那我们是要从皇帝以来 我们就开始周期性的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所以皇帝时期是最早的 中国历史开始,中国文明开始最早受西方文明的影响 它是第一个关口 那它是因为我们受到西方的影响 那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明本身 那发生了变化 那么 而且这种周期性的就是从皇帝以来 这种周期性的影响 基本上五百年一个周期 那我为什么要只说 纯其后包括近代 只是说这两次影响最大 最大 那对我们的历史 对我们的制度 对我们的文化有一些 就是说范式性的一些变化 那么 我之所以说 这是三个关口 那么 是因为它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那么外来文化的影响 它其实会导致两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个方面就是外来的因素 会进入中国 当然它是有个冲突的过程 有个融合的过程 总之外来因素进入中国 那这些因素 那么它也是很古老 你比如从皇帝 包括从春秋 它开始出现 那么它也是很古老 那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些东西 当成是中国的东西 当成是中国文明 至少说不能当成纯粹的中国文明 我们要知道它的起源 尽管说它很好地融入了中国 那它是外来的东西 我们要识别出来 那么 一方面由外来的因素来进入中国 它中间是有一个过程 那开始甚至说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因为 每次这种外来文化进入中国 它其实 是分成两个阶段的 第一个就是说 它首先是武力的入侵 是武力的入侵 对吧 既然入侵的话 它要侵略我们 扭得我们的财富 甚至说扭得我们的土地 进行知名 那这种情况并不是从 并不是从近代 并不是从西方列强入侵开始 我们从皇帝以来 就周期性地遭遇外来文化的入侵 那第一开始就是武力入侵 然后 办成这种武力入侵 会有一种新的文化要素进来 其实单纯的武力入侵并不重要 我们可以抵抗它 那真正对中国文化 对中国历史造成影响的 反而是一种 一种新的文化形态 那所以 那这种文化形态 它会影响中国 有些人会一看 这个文化好 会迷信 会盲从 那么 所以它就会站在另外 就是另外一套文化框架下去 思考问题 去看问题 包括记录中国 那么就是它用一种 不同的文化参照系去看中国 这样的话 就会曲解中国的历史 曲解中国的文化 那对同样一件事 它有不同的看法 我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 那我们说 善让治姚舜时期 我们认为 姚舜 比如儒家就认为 姚舜是非常伟大的 比如他善让 那么到了法家这里 他就认为 为什么 姚舜的时候善让 是因为那个时间 没有什么油水 对吧 当官很辛苦 你比如说 大鱼治水 说什么静无薄 累得腿上都不长毛 太辛苦 没什么意思 没什么油水 还很辛苦 所以他很痛快的可以善让这个位置 包括姚舜也是一样的 他是用这种利益的这种经济论的利益论的角度去阐述我们上古的圣人的行为 显然这是他只是就是我们我们会很多人会看到这里就会说这个可能是真实的东西 其实不是法家的东西也是外传的 这个我下面会讲就是春秋的这个关口 那么总之吧就是说我之所以要强调的三个关口就是他是因为第一方面有外来因素进来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很多人可能会迷信因为迷信这种外来文化然后站在外来文化的这个视角去看中国然后去据了中国 所以这就导致这个中国历史记录的这种混乱 刚才比如说法家看姚舜和儒家看姚舜就不一样 这就是矛盾 那这种矛盾因为我们以前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我们会认为他都是内生于中国的 所以导致我们的历史记载包括我们的五经中有系统性的这种矛盾 那这种矛盾怎么产生的 我们的古人 意识到这些矛盾 尤其是到晚清的时候考据学 考据学因为他就是想通过文字考据的手段来复兴来复兴这个五经的本意 孔默的本意 结果他本来这个还没大事 结果他经过晚清的这种一认真一较真一考据 结果发现就是我们的五经中有系统性的矛盾 那这也是我们的五经后来出现崩溃的这个根源之一 就是他也有内因 不单纯的是外来就是西方文化的冲击 那么就是我们要对这个做出解释 这种混乱 其实我们的历史中 包括实际中 包括我们的五经中都有问题 那这种问题怎么产生的 其实就是因为外来文化的冲击 就是他会用另外一种文化视角 就站在另外一种文化的参照系统去看中国 所以导致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出现了一些曲解 那这种情况我们 我这一说可能在大家不是很好理解 但其实我们在现在就更好理解 就是这种事情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受到西方的这种 这个亚连战争以来吧 那首先第一波就是武力入侵 然后就是文化传进来 尤其是到新化移动的时候 到新化移动的时候 就是我们是主张认为西方文化是先进的 中国文化是落后的 全盘的否定中国文化 然后崇尚西方文化 这就是新化移动 那么同时呢 这个当然西方的因素引入来了 尤其是在学术上 我们的学术范式 我们的教育系统 其实就是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 然后呢 还不仅如此 我们会用西方文化的视角 用西方文化的参照系去重构中国 去重新描述中国的历史 那最典型的就是 比如说郭梦若 郭梦若我们知道 他就是开始系统性的 用马克思主义 用历史伪物主义的这种角度 去重构中国的历史 那么一个最标准的一个一点 我们都学过 认为就是说 人类历史有一个一般规律 从分成阶段的 从奴隶社会到 奉建社会到 什么资本中的社会 认为这是一个人类历史的规律 那中国历史也不例外 所以就把这个规律 套在中国历史上 然后去解读中国历史 你比如说 那我们传统认为 三代是最美好的时代 但是在这个框架之下 就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 哦 夏长洲是奴隶社会 其实中国压根就没有奴隶社会 我们也没有西方式的 这种奉建社会 那么马克思的这种 当然马克思的这种三个阶段论 他也是继承了黑格的 那他都是基于对西方历史的一个观察 得出一个结论 当然他也有他的意识形态的这种成分 这压根就不适合中国 但是呢 因为我们迷信西方的话 我们迷信马克思主义 那么我们就会把它当成一个正理 然后套在中国历史上 然后去重构中国历史 那这样的话就产生矛盾 一个比如说 那我们以前不说 这个 我们认为 比如儒家认为 那夏长洲 它是一个美好的时代 对吧 理想的时代 比较好 尽管说它并不是最好的 对吧 那最好的还要往前 但是呢 我们 按照维吾主义 按照马克思主义 那夏长洲是一个残酷的时代 奴隶社会 那这就有矛盾 那比如我们的后人 在看这个中国的历史 如果他不知道 这个马克思主义是外传的 因为我们现在很清楚 马克思主义是外传的 那再过几百年 几千年 那他就会 把马克思主义 看成中国内生的 那他就会 那看中国历史的时候 他就觉得 夏长洲是奴隶社会 对吧 但是为什么 这一派说这个奴隶社会 为什么 另一派又崇拜了 他就不清楚了 那实际上来讲 他是一个外传的 因为我们用外传的 一种文化的视角 文化的框架 然后去重构中国历史 那这种情况 其实在 在皇帝时期 在春秋战国时期 也发生 只是我们不知道 那就是在我们的五星中 在我们的这个实际中 也有这种观点 所以他会 相互矛盾 那么晚清呢 他是发现了这个矛盾 但是他没有法解释 没有能力去解释 那现在的话我们 就是结合考古学 结合西方的这些资料 我们可以 可以 可以就是对人类有 整个人类文明的这种历史 作为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复原 然后才能看清这一点 那 所以呢 这也是我说要 这个理解这三大关口 要正确的认识 这三大关口 这三大关口也是 就是西方文 西方文文明啊 当然我这个西方 是这个广义上的西方 不是说欧美 那么因为中国的话 在亚洲的最东端 也是在亚欧大陆的最东端 那人类文明早期的话 其实主要是在亚欧大陆 其实更主要在亚洲 一直以来就是西亚和东亚 西亚的话 古两个流域 东亚的话就是中国 这是两个文明的中心 那么 所以我在古代的时候 在我上古 说西方主要指的是西亚 那么 因为咱们中国在最东端 所以人类文明啊 其实外边 中国之外的文明 其实就是其他的文明 那么就是在西方的 那么 就是说 西方的文明 从皇帝以来 一直在影响中国 周期性的 其中有三个 三次比较重要 就是第一个是皇帝时期 第二个是春秋时期 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咱们近代 那为什么说他三个很重要 就是说他 他给中国社会 给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文明 带来一些范式性的变化 方向性的变化 那么就是带来一些新的因素 这些新的因素 非常的重要 那我就简单的说一下 那皇帝时期 给中国带来什么 就是多神教 以赤油 我们说皇帝占赤油 我们仔细去看赤油 它其实是一种 外来文化 它就是多神教文化 中国文化 本身 我们是没有宗教的 那么我们 比如说 我们说我们的 文明 我们七点是在 福西时代 对吧 那皇帝之前漫长的 这个三皇时代 第一皇 最早就是福西 那福西时代 我们的文明 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呢 我们说易经 那易经 它是以什么为中心的 很多人会觉得 它是算卦的 不是算卦的 它是用算卦的形式 其实有一个突破 这个突破是什么 就是新性突破 毅力突破 就是我们 我们中国 我们的那个世界 我们的老祖宗 我们就认识到 人的本质在思考 这个思考 是人的本质 然后呢 我们把它独立出来 给了它一个 定义 叫心性 叫易理 那易理和心性 是有关系 都是指的人的思考 那么心 对吧 它是指这个思考功能 心之观则思 心是思考的功能 当然这个心 它是抽象的 它并不是指的是心脏 它是指的是一种 就是 思考的功能 就是心 或者说 我们古人认为 既然人会思考 它又很重要 那它就应该 有一个器官 来发出这个思考 所以这个心 是一个逻辑 推导的一个结果 它是虚拟的 它类似于说 我们电脑的软件 它不是硬件 那么这一方面 就是心 当我们说心的时候 它其实指的是思考 另外一方面 就是意理 意理就是指心的属性 我们说心性性 这个性指的是心的属性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们的思考功能 它有它的属性 那就是在我们在思考 我们就要判断选择 那这还选择的标准 判断的标准 它是恒定的 这个就是人性 就是说 我们会选择 我们会判断是非 判断善恶 那么我们判断是非 判断善恶的标准 它是内在于人心的 就是人天生就具备的 那因为我们的人的行为啊 它是在我们 首先我们要思考 对吧 要判断 然后选择 然后到行为 所以我们的行为 是受我们的心 所支配的 那所以我们的行为 所展示出来的 是不是合理 是善是恶 它其实还是本于 我们的人心的 对吧 我们的行为 是我们人心思考的结果 是我们的人心思考 判断选择的结果 所以它合理不合理 合不合义理 它其实是内在于人心的 或者是人心的一种外化 所以我们把义理啊 就是说成是心性和义理 就是到宿明理学的 这时候就讲心机理 性机理 义理和心性是一回事 所以我们 后来也出现这个 五常的说法 三纲五常 我们现在会认为 它是一个迷信 或者说专制 其实不是这样的 那从本质上 当然它是后来 汇入了这种专制的因素 但是从本质上来讲 三纲在讲什么 三纲是三重关系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对吧 君臣父子夫妇 那么它是人和人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五常的话 人义理之性 五常常是五常之性 人义理之性 它是外在的义理 对吧 外在的东西 外在的合乎义理的东西 行为 那为什么说 它是五常之性 就是它是本于人心的 它是本于人性的 其实这就是 宋明理学的心机理 性机理 那我们说三方五常 是我们的社会的核心 恰恰是在说什么 就是我们中国社会 是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为中心的 那么那也是以人性 人心为中心的 那么其实整个社会 就是所有的人组成的 那么我们说社会 我们说秩序 其实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那人和人 所有的人 就是人和人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基本单元是什么 二人关系 对吧 二人关系 那么所以二人关系 最重要 它是核心 那么我们对二人关系 构造了一个词 叫什么 叫人 人义的人 人义的人怎么写 就是单人加二 单人加二就是二人 二人就是人 它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人呢 一定是处在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中 他没有一个孤立的人 那么你和别人怎么相处 那就是将心比心 相互尊重 然后充分的沟通 达成共识 所以人和人之间的合作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就是基于这种 相互尊重的 将心比心的这种共识 这个叫人 那所以这个人呢 他一方面 是一种心态 所以说人者爱人 那就是说相互尊重 然后呢 他又是社会秩序的基石 因为整个所有的人 每一个 每一对的二人关系 就是真正的说 达到这个人的 达到这种 达到这种 以共识 然后以相互尊重 基于共识的 然后进行合作 那既然所有的人 都是这个关系 那么整个社会 就是一个有序的 就是一个毅力的秩序 所以呢 我们孔孟就基于这点 提了一个概念 叫人正 人正就是说 整个社会的秩序的基石 应该是建立在 人的基础上 也是建立在毅力的基础上 也是建立在 人和人之间相互尊重 当然这个人的话 他是 比如说二人关系 他是抽象了 对吧 他没有考虑 人之间的身份 那人和人之间的身份不同 他相互互动 也是不同的 那么 所以呢 他基于这种 人和身份的不同 加上身份 又构造出来一些 人际关系 比如说我们说五轮 五轮的话就是 君臣父子 夫妇 再加上朋友兄弟 就是这五种关系 非常的重要 那三纲的话 其实就是从五轮中 又提出来三种关系 更重要 君臣父子 夫妇 那加上这个关系 加上这个身份该怎么办 对吧 他肯定是有考虑的这个身份 比如说父亲和儿子之间 他一定不说绝对的平等的 那就是父亲应该像父亲的样子 儿子应该像儿子的样子 所以孔子也讲 君君臣臣父父子 就是说在这种关系中 你的君像君的样子 这个臣像臣的样子 这样的话才能达到真正的 就相互尊重 相互尊重不是绝对的不考虑这种身份 一定要考虑身份才是相互尊重的 比如说你和你爹 你不可能 对吧 那你得考虑他是你爹 然后怎么做 当然你爹得考虑 他是你儿子 这不可能说 把这个父子关系抽掉 然后讲绝对的是什么什么的平等 但恰恰这是错误的 对吧 这恰恰是不人性的 那是对父亲的不尊重 那么 所以呢 我们是 就是中国文化 我们是建立在 这里也涉及到中国文化的核心 比如说我们说中国文化是什么 就是意理 就是人 其实就是 就是我们认为每一个人 都是一个独立的心性主体 都是一个独立的思考者 那么 所以呢 我们才基于这种心性 基于意义的层面去建立人际关系 建立社会秩序 然后 其实我们整个文明也是这样的 那么 这是中国文明 那么 那我皇帝时期 为什么说皇帝时期 像赤油 他是一个多神教 我们 我们是 就是 因为是基于心性的 以思考立足 以心性立足 那其实我们是彻底破除迷信的 我们是没有迷信的 那么 所以我们也是没有宗教的 那 但是到皇帝时期 我们就会发现 有多神教进来了 那 他其实是外传的 那 赤油文化 赤油文化 其实就是一种多神教文化 当然 赤油文化 他也不是说 因为多神教文化 我们去研究 我们就知道 多神教文化 它的形成起源 就是在西亚 在西亚 在古两个流域 达到一个顶峰 那么也是这个时期 传入中国 传入中国 并不意味着什么 并不是说西亚人之间 过 跑到咱们中国来 不是 那么 我们中国是东亚 然后西亚 东亚西亚之间 隔了一个什么 隔了一个中亚 中亚是什么 中亚是茫茫草原 是游牧民族 那游牧民族 就是它是没有秩序的 它是游动的 对吧 它没有定居 那么同时 游牧民族呢 它也是 牧场 它草原 它对人口的 这个承载力 能力有限 随着人口的增长 它就 它就向外扩张 向外扩张 在内部的话 也会产生资源的紧张 相互争夺 它本来就没有秩序 所以争夺就比较厉害 那就会产生 就是 这个 相互的 一个部落 部落 一个团体团体的 相互的争夺资源 所以内部就比较残酷 那么外部的话 它就会向外扩张 向外扩张的话 有两个地方最富有 一个是东亚中国 一个是西亚的 过两个流域 那么 所以它向外扩张的过程中 它一方面 它去侵略 同时 它也会 在文化上也会受影响 就是同时受到中国和西亚的影响 同时它也沟通 东亚和西亚 就是它起到一个文明交流的作用 所以就是每次西方文明传进来 它都是通过中亚游牧 通过游牧民族传进来 游牧民族它也是 是一个中介 那这种 其实到后来 佛教传入中国也是这个模式 我们最开始佛教是叫胡教 为什么叫胡教 因为我们中国人知道 这个佛教最开始是通过游牧民族 就是我们北方的湖人 最顶峰的时候 就是五湖乱华 到东京五湖乱华 对吧 那五湖乱华 这五湖都是信佛教的 我们是通过湖人 知道有个佛教 当然我们后来知道 这个佛教的直接起源地是在印度 后来我们又去印度去取经 从东京开始 然后到唐僧 对吧 但是这是就是西方文明 传入中国的一般的模式 它其实是经过一个中介的 通过游牧民族 其实游牧民族的话 它是有武力 就是侵略抢夺 这个我们不怕 我们在其实对中国历史产生 影响的恰恰是 它所通过中介所携带的 所带给中国的一种 新的一种文化方式 那么赤油 其实它是有两种文化的特征 赤油其实它一个是它很惨暴 它是游牧 另外一方面它是有多神教 那么所以 就是皇帝时期传到中国 多神教 多神教传到中国之后 那么这种宗教因素 在中国就生根发芽 那一直到 我们知道到了三代 夏长洲 我们的很多的 尤其是在政府的 政府层面的这种行为 包括我们的礼 我们说礼 礼乐 它都是以祭祀为中心的 那也是以多神教为中心的 当然我们对多神教是做了一个改造 我们在我们学历史 我们也知道 包括上书也介绍 就是绝地天通 在专需时期 在专需时期 我们对多神教进行一个改造 就是把神赶到天上去 其实就是这也是一神教 就是把神看到一个抽象 把神抽象化 因为多神教是具象神 它有神 神像神庙 然后祭祀一世 然后他太劳民伤财 然后我们把它抽象化 那就是抽象了一神教 注意一神教的直接起源 是在中国的 然后才传到西方去 什么犹太教 才没有 才有这个一神教 这个我们以后再讲 那总之吧 就是皇帝时期 是宗教传入中国 多神教传入中国 然后一直到三代 这个宗教因素一直存在 当然我们对他做了一个改造 这是皇帝时期 这是一个关口 所以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情况 我们就无法解释 会认为 中国的宗教 比如夏成洲三代 那个东西 也是中国内生的 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不理解这一点 我们就没法理解五经 尤其是理 因为理的话 他的核心就是祭祀意识 那春秋战国 春秋世纪传到中国来是什么 就是法家 法家的起源地 直接起源地是在 当时的亚述帝国 然后到波斯帝国 然后在春秋世纪传到中国来 那法家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中央集权 富国强兵中央集权 那在三代的时期 我们是不讲那个的 就是三代时期有政府 但是政府对劳动 对人民 其实很少管 很少管 还是一种契约式的 我们讲上古 节省而至 还是一种契约式的社会 所以法家传到中国来 就是政府在中国 中国社会中的地位 越来越重要 而且是一个中央集权的 那到清审华达到顶峰 我们不适应 所以造反 然后到了汉武帝 又要罢出百家 独尊如数 其实就是让人政 重新回归到中国 治理摩世的中心 其实它是一个对传统的回归 总之吧 就是但是这种政府的因素 一直在中国就扎下根 包括我们对官员认为 官员和权势权利 就绑内在一起 这是法家 就是法家传给中国的 就是这个春秋 这个关口传给中国的 就是法家专制 专制主义 大政府传到中国来 那么近代 就近代啊 传到中国来的是什么 就是工业化 对吧 我们必须对工业化 那以前的话 我们其实是一个自然年纪 以农业为主 是非常自由的 对吧 每个农民都是老板 那现在的话 我们必须工业化 出现了企业 大企业 我们必须到企业去上班 那就是这个企业化 工业化 也彻底改变了 中国的这种社会 相对 总之吧 中国有三大关口 皇帝 春秋和近代 皇帝是多神教 传到中国 这个春秋是 中央集权传到中国 然后 近代是工业化 传到中国 那无论是宗教 多神教也好 无论是这个 叫什么呢 法家专制 就是中央集权 还是这个工业化 都是在中国 形成新的范式 对中国历史 中国文明 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三个东西 不是在中国本土产生的 它和中国有矛盾 当然我们也对它 做了一个感双 那么由于我们 这三个关口 它是有中西文化的 一个冲突的成分 我们必须清楚这一点 我们才知道 中国文化是什么 西方文化是什么 它是怎么融合的 这样的话 才把中国历史搞透了